台中不论是在体育或者是观光 在海内外都很受到重视 台中和海南岛三亚间的直航 更是开通已经满一周年 这平均载客率达到80%以上 旅游乐度也跟着上升 而为此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调研员 这一天是率领了百位的旅游业者来到台中交流 更介绍了当地最新的旅游活动 希望吸引周末的观光客 可以透过直航路线到三亚来体验海岛的旅游魅力 海南岛三亚观光旅游业业者向台下说明当地的观光特色 这一天由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调研员 率团来到台中举办推荐说明会 要行销在地的海岛观光 我们那个航班的平均上驻率都已经超过了80% 说明我们台中地区的朋友们对三亚这个城市 对三亚周边的这种旅游资源旅游环境应该是蛮喜欢的 所以说我们三亚也希望能够带领我们 从政府到行业协会到企业应该联手起来将我们最好的这种旅游产品奉献给我们台中地区的朋友们 台中跟海南道三亚间的直航已经开通满一周年 旅游的热度上升年平均载客率更是达到80%以上 已经在台中打出了口碑 因此也趁着这一次交流 希望未来这条航线能扩大 促进两地的经济发展跟旅游互访 我们之前也到厦门去做旅游推介 然后到整个东南沿海 那我们一定会加强两边跟大陆各省市做观光旅游的密切的交流 然后促进两边的观光客户房 人进来我们赶快出去大家花大财 我们新生当然希望大家都交流 他来越多我这边出去越多大家互相都有赚钱 这样子才是一个对等 那如果说只有他们来我们没有出去 我觉得也不对那或者是我们出去他们没来 这个也不对 所以两方的一个交流其实要正常而且是稳定 师傅观光旅游局表示 台中市今年已经开展到大陆沿海城市举办推介会 未来台中会加强双边旅客的互访 让两岸交流可以更紧密 这里讲台中采访不到